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现在不止了 估计是接近四成左右的票 已经投了很多了 但是有些新闻说 因为拜登最近很多丑闻那些 有些人Google搜索如何可以重新投 或者另外投 Google搜索就大升很多 就是本身那些人已经投了票了 突然之间 因为还没截止 他就想去反悔 想改变他的候选人投给不同的人 所以他们就在Google搜索如何改变选票 变成这个搜索榜里面的热度增加了很多 没错 但是根据现在未完全有信息 其实可以改变的就不是很多 我看到就是之前Fox需要担心的就是说 他们问了37个州 有7个答是可以的 其实不多 但是占了一些重要的州 我没记错是威斯康辛州 有这个明尼苏达 有这个密资根州 也有几个的所谓的摇摆州份都有份的 大家就需要留意这一点 有没有人估计是本身投了特朗普的想转投拜登呢 有没有什么可能性呢 暂时看的比较少一点 现在似乎是特朗普突然之间那个 那个相对气势升了一点 其实疫情刚才也是严重很多的 只不过就是疫情有少少麻木了 其实疫情也很严重的 你现在就看他们哪样看得多一点 至于拜登的丑闻其实都是 大家可以上网看说出来极严重的 就有很多子女的色情照片很多 也是那些所谓的勾结的问题 都是那些 但是问题就没去到 我其实不太明白的 因为他特朗普遍阵营 始终都是你还在那些小小的折牙膏 就是他不是那个很确实一定很明显的证据 他还打算连续牌出来 其实这些头到含含了一声 我觉得他有少… 还是根本就已经是这些 已经是最好的 最差的黑材料是拿出来的 已经拿出来可能已经是了 可能最差的拿出来可能这些没那么厉害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气势上就是特朗普将上来 但是很多分析都是觉得 怀疑你现在才追的追不上一次呢 因为很多民调都还在说 5-6%-6-70% 有些州份可能近了的 都是说4-5% 这样就很多人会怀疑的 说回早期投票那些 其实现在有些传统出发 Texas应该似乎有稳的 但是如果有些是之前说的 坟值繁尼亚洲那些 还是大家就很怀疑行不行 特别是之前也说过 加州的数字是很多人跌眼颈的 暂时现在投了一段日子 它民主党都是说47% 而接着另外中立的人29% 接着共和党也有24% 但是它的比例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现在也不敢说加州一定会反级 但是如果加州反了就不用船了 因为50多张票 加州是大票仓的 但是应该我觉得机会应该不大 因为加州是很难的 大家知道现在拜登或者民主党最大的支持者 就叫做无产阶级 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和女性 基本上加州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没错 就应该是民主党的一个最稳固的一个票仓 没错 不过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这些票很多应该是真的打回来的 因为黑黑的运动演变得比较上 是比较没有参与的事物 其实现在暂时还在发生着 所以就怀疑 昨晚在费城那时候也是有一个受动 也是打得很厉害的 所以就看看有没有影响 另外也可以想讲讲那些社会各界的endorsement的方面 基本上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支持拜登的 之前经济学家700多个都可以说完全支持拜登 所有科学期刊全部支持拜登 反而Donald Trump现在多了一两个个别明星 但是基本上是很少的 所以刚才阿文尼加就好像一个 所谓的中产知识分子 接着就是一些入境外来的移民 对一些所谓很纯粹传统的白人的投影的决利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好像很好笑 好像有网上被号召的巫师 但是他们也是在30号还是31号 集结一起去诀咒特罗普算机 是的 希望以上的知识到大家 以上的探望就是不适合任何投资买卖建议 我们都在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不排除本公司的员工及校户次 也有信息所谓的股票 投资者投资前做足够风险评估 有需要寻求独立专家意见的 多谢 谢谢大家